手下告诉您发生在今年四月 高铁以及立委卢嘉诚服务处被放置炸弹案 检察官今天侦查终结 两名嫌犯胡宗贤和朱亚东 被依杀人未遂还有公共危险等罪名起诉 检方认为这两个人犯案之后毫无悔意 因此请求法院谅除罪重之刑 因为对社会不满 律师胡宗贤找上了过往熟悉的 继承车司机朱亚东 打算制造大规模灾难暴富 四月十二号分别在高铁与立委卢嘉诚服务处 各放置两个装油汽油炸弹的行李箱 而胡宗贤更马上网路下单 放空摩根台纸期货五百口 设定停损点两百八十二点 预期爆炸案影响股市从中获利 检方估计如果真是如此可以获利一亿元 爆裂物没有爆炸 所以这个事故没有产生 所以这部分就没有达到他原来的目的 那根据因为他事后被逮捕 那这个最后他的损失是 本来账户里头有将近一千五百万 到最后损失剩下大概两百多万 胡宗贤原本想获利 反倒赔了一千两百多万 而且犯后两天就在中国遭到逮捕 十六号押解回台 警方宣布破案 新北地检署今天依杀人未遂 放火未遂 公共危险伪造文书以及违反期货交易法 对两人提起公诉 事实上从侦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如果按照胡信男子的计划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心思非常缜密 那手段也非常的狠毒 但是如果就执行面来说 因为这两个人默契不佳 手法有点笨拙 所以到这个整个计划 并没有达成他们的目的 检方表示两人事后都否认犯刑 胡宗贤更以行李箱没有爆炸意图脱罪 认定两人没有回忆 请求法院谅除最重之刑 记者林小慧沈志明新北市报道